防疫宅在家里物流的配送量大增 会有一特别到物流公司观摩业者的防疫作为 呼吁市民在防疫期间 配合物流不上楼临接触的防疫措施 以防堵病毒的扩散 全国防疫三级警戒 疫情的控制要靠全民配合 因防疫期间物流量大增 新竹物流特别研发了签收软体 透过科技加快货品签收的流程 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就能安心的签收包裹 全程不必使用纸笔或见面接触 可以确保物流从业人员 以及民众的防疫安全 企业他们本身有企业快筛以外 在防疫都用科技化的配送 所以这些配送的过程当中 也跟客户用简信用QR Code 来做传递过送到连接处 保护员工也保护客户 为了避免防疫出现破口 新北市公告防疫期间 物流暂停上楼投地 呼吁物流业者跟市民体谅 一起来防堵病毒的扩散 记者沈仲 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